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來 文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講講 陳淑莊很久都沒有聽過他的一些最新消息 有些朋友分享了一些消息和相片給我看 陳淑莊疑似貼在蔡藍身邊 好像是不能做律師變成去做廚師 然後到處貼 然後我翻查一些新聞事情 原來他應該是貼著中楚紅 到底他又如何到處貼 就去做廚師呢 我們一會兒看看 然後第二件事就是 俄羅斯那邊就瘋狂地轟炸烏克蘭的電網 烏克蘭那邊現在已經承認了 它有超過八成的燃煤燃氣發電廠 是受到一個襲擊 以及超過一半的水力發電廠 亦都是受到一個非常之強勁的襲擊 到底他們被人打成怎樣呢 我們一會兒一起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民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鈕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了 好了 有一則新聞 就是在上年出了來的 剛剛有些朋友就分享出來 我又儘管去跟大家講講 就說 已經 完屆82歲的蔡蘭 和金庸、魏康、黃瞻 都被一起譽為香港四大才智 接著就在上年三月宣布身體不適 就暫停更新他的Facebook 至於在四月中 他又再發文交代 他跌了一跌的時間 就將他的股頸骨跌到碎了 就要做手術 然後就休養了四個半月之後 在 上年九月份的時候 就塞蘭就在馬來西亞吉隆坡那裏 出席一個慈善的書發展 他就在座談會上面 就交代了他跌倒的過程 經過等等 當時他就需要以輪椅代步 而且 在嚴嚴夏日的天氣之中 他仍然穿著一些很厚的外套 圍著一些頸巾 他就銷售了非常之多 腦泰亦都盡然 不過 精神尚算不錯 但是早前 就有一些網民在馬來西亞的一些餐廳 就見到塞蘭邀請他合照 那時就見到塞蘭的的確確 是潮水了很多 那個網民在社交網站那裏曬一些合照就說 塞蘭先生就很隨和 人都很好很大方的合照 在相片裏面見到 其實塞蘭都已經是用一個 輪椅代步 半部和背部和頸部都叫做向前傾 傾了出來 雙眼亦都沒什麼神彩 精神狀況不是那麼好 很多網民都很擔憂 就說他為什麼腦了那麼多 手那麼多 表情都呆滯了等等 有些網民就說 他經理人說他跌倒之後 身體還未完全恢復過來 還要故意交代他們不要動到他 應該是感覺他全身機能都很差 身體可能都很痛 那樣的東西 接著就繼續說一些報導裡面的東西 由於上片裏蔡蘭沒什麼笑容 引來很多網民的一些議論 原來有人爆炸 蔡蘭影相都很講究 雖然他來者不拒 但是他就是怎樣才會笑呢 東西好吃 他才會笑 不好吃他就不會笑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蔡蘭寫過篇文章 他就說跟人合照的經歷 他說如果對方的態度 好的話當然是不會 叫做叫做拒絕 但是若對態度不好的 不禮貌的得轉盡尺的 搭了他的肩膀 他就不高興了OK 不OK了 然後他也說很多人是看了他的照片 才會去吃東西的 所以 衛免那些人 就叫做叫做 不小心看到他的照片 然後去那間餐廳 他就 好吃的餐廳 他才會笑著那些照片 不好吃的餐廳 他就不會笑著那些照片 免得那些人去到那間餐廳之後 看到他 笑了口的合照 拿來做宣傳 誰知道那些東西就很難吃 這樣就 是一個叫做蔡蘭他自己的 特色 那樣的東西 而今次這一個 即是上一年這一個 叫做慈善書發展的 開幕活動 他也都說是因為他 叫做救太太而跌傷的 還爆粗鬧兩個已故的好朋友 有危康和黃沾 嘟嘟嘟嘟嘟 走得那麼快 不等他在一起 而當時在上年九月份的時候 原來這個陳淑莊 就過去 一起在馬來西亞的書發展 對 沒錯 而適應多年的紅菇 黃菇 隨便 隨便吧 忠楚王 不是 忠楚孔 忠楚王 隨便吧 都飛到馬來西亞那裏支持 和撐場 據悉就有人說 他不單止貼蔡蘭 還貼在 黃菇那裏 那裏 當日就有不少的 報道 等等各方面的東西 很明顯就見到 是有 陳淑莊在裏面 不過好像 香港媒體的報導 不是很多 而為何 黃菇叫黃菇呢 因為 在 2022年的時候 黃耀明 和 何韻詩 合作 搞了一些show 等等的東西 還有黃耀明 是不是 當時 黃菇就抱著黃耀明和 何韻詩 一起合照 很開心 很欣賞他們 所以 所以 蓮登就正式將他 由紅菇 封了作黃菇 不知道大家也 是 知不知這件事 OK 那為何 陳淑莊又會 出現了呢 有些朋友就說 因為他做律師不成 轉去做廚師 所以就要周圍 想上去又好像幾厄運 那 他是不是真的做廚師呢 我們看回上年的一些報導 那上年的一些報導就說 這個叫做陳淑莊 去到台灣之後 你知道台灣的生活不是那麼好的 都是啦 就是 各方面都是啦 有地震 現在 又說遇風遇雨 那些東西塌了之後 又打風又落雨 令到救援各方面 就 不是那麼好 所以其實 在 台灣 說真的 當地的生活質素 各方面的東西 都真的不是那麼好的 陳淑莊亦都說 去到台灣之後 情緒低落 又要重新融合 台灣的生活 各方面的東西 而 他在上年6月份的時候 亦都透露 他是密室 開私房菜的餐廳 所以他在台灣那邊 打算做生意 開私房菜餐廳 而他自己 亦都在台灣那邊 鑽研一些廚藝 跟著 就在兩年裏面 就由零變成一個大廚話 但是又是否那麼容易呢 相信 不難但是不容易 但是他有沒有 做一些專業的訓練呢 我相信都應該 未必有 可能周圍偷一下雞 周圍學一下 等等的東西 有一些叫做什麼 在米芝蓮開餐廳 還有 有星星 在米芝蓮 在香港開米芝蓮餐廳 有星星的朋友說 軟陽跟他特訓 但是 又是不是那麼容易 特訓得到呢 現在他應該 腦殘應該不知道他醫好沒有 總之現在 他轉為 低調之中的低調 但低調得來 他是不是又 低調到 完全不理政治呢 真是 不知道 真是不知道 但看法不會完全不理 但是 他轉做廚師 周圍痴呢 看法 都應該是真的 有時候才不做 做廚師 生活 又是不是真的 會好一點 我想大家 都 心中有數 OK 當然 他可能生活都很好 因為錢各方面 那些東西 搞了那麼多年了 都應該有 不少 就是 是 在自己戶口 是嗎 OK 所以都不用擔心他生活 擔心他地震 震不震到他 找不找到他 更好 接著我們講講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俄羅斯被指 瘋狂地轟炸烏烏克蘭的電網 而 烏克蘭的 一些叫做官員 亦都承認有八成的 燃煤燃氣發電的發電廠 基本上都是受到一個襲擊 亦都受到一些損傷 烏克蘭能源部的部長 加勞仙科 在 昨天的時候表示 最近幾個星期 俄羅斯襲擊了 烏克蘭的八成常規的 發電廠 和一半的水電發電廠 發電廠 水電發電廠 你抵打 打到現在 你還是要 繼續去打下去 這件事沒辦法 停不了 莫斯科的時報 就說 自從 3月下旬開始 俄羅斯的軍隊幾乎每一天 都在轟炸烏克蘭的電網 向烏克蘭的電網 發動一些非常之強勁的攻擊 即是說 由3月底 他們發動了對俄羅斯的音樂廳 的一個恐怖襲擊之後 基本上俄羅斯之後就開始每一天都對他們不同的 供電設施 發動一些的攻擊 到現在為止都好 都一樣在炸 不斷炸 日日炸 真是 比炸雞店 的頻率 不斷炸 導致東北部城市哈爾科府大面積停電 而 加勞仙科在基庫也是對著記者講座 現在好大禍 保守估計 多達8成的火力發電系統 都是受到攻擊 而 一半以上的水力發電系統 以及大量的變電站 亦都是受到攻擊 所以 烏克蘭有很多地方供電不穩 甚至乎停電 但停電的話 又會令到有第二個問題出現 就是停網 停通訊 甚至乎 停水 因為電力的供應 是影響了全個地區 不同其他 基礎設施的供應 OK 這個部長就說 這個是自戰爭開始以來 對烏克蘭能源部門的最大規模 襲擊 幸好他只是襲擊一些能源的設施 他不是打人 都算好了 他不是打你政府部門 都算好了 加勞先科就說 這些襲擊的規模 和影響 比2022年和2023年 冬季的早期襲擊 是大很多 誰說 烏克蘭還是美國 說俄羅斯的 彈藥 就快彈盡良絕 上年說的 說到現在說彈盡良絕 但是 彈盡良絕得來 又不斷咀 烏克蘭越咀越勁 都第一次見 是不是 當時幾百萬人在炎韓之中 苦 非常之辛苦 還沒有電 沒有暖氣 現在 什麼樣 都是沒有電 是不是 沒有電又沒有很多東西 又沒有網絡 又沒有不同的 即基礎建設設施 沒有了 OK 那個部長也說 他看到俄羅斯人修改了武器 他就說 他們現在是用 伊朗制 或者是 炸彈無人機 和導彈 而每一次的 攻擊造成的傷害 對於烏克蘭來說 都是更加大的 即是 現在的攻擊 傷害 比之前更大 武器的規模更加多 攻擊力也更加大 所以 烏克蘭現在 逐步逐步 輸下去 快快脆脆 啟動一些談判 我覺得 對烏克蘭來說 是最好的 如果俄羅斯肯的話 OK 在俄羅斯 借烏克蘭之前 烏克蘭的發電量 在煤炭 天然氣和核能之間 相當之平衡 所以發電的比例 當時比較少 但是 自從這個戰事爆發了之後 他們國家最大的 澤波羅爾核電廠 一直都是受俄羅斯的操控之下 所以他們的電力基本上 就被俄羅斯立了 澤波羅爾核電廠之後 他們的供電已經是非常不穩定 現在是更加不穩定 是更加緊絕 大家覺得這個好戰士 還可以玩多久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明傑聽 來面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明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